加利勒說 經過兩天的協商 過度委決定重組執行委員會 仍然由賈布里勒 擔任執委會主席 以及負責外交事務 另外 新的執行委員會 將會增加烈士、商者 以及戰士家屬付出部 同時取消執委會副主席一職 賈布里勒說 他昨天曾經向過度委提出辭職 但過度委認為 目前同意他的辭職 有選國家統一 這件事將會推遲到 宣布利比亞解放之後再考慮 賈布里勒同時透露 他已經跟過度委達成一致 將會在蘇伊特解放之後 宣布成立過度政府 WOW TV 紅嘉倫報導